紫禁城 明清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 五百多年间 共有二十四个皇帝 在这里处理朝政 维系着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运转 在每一座大殿的正中央 高高耸立着皇帝的宝座 而在每一把龙椅的后面 都少不了端端正正的书法作品 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宫殿里 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那些曾经指点天下的帝王们 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这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以一种优雅的姿态 默默地迎接着来来往往的目光 这些气宇轩昂的字符 几乎永恒地凌驾于皇冠之上 它们是什么 是文字 是艺术 还是信条呢 我 是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细地研磨 要写的字 此刻开始在心中酝酿 在战末的同时 书写者已经在心中 将这方宣纸 从容规划 棱角分明的方块字 在黑与白 虚与实的对立中 纵横驰骋 而书写者的意志 也在有无相声间 自由地宣泄 这就是中国书法 1998年 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 举办的 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上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郑重地写下了 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 书法乃一中之一 祖祖贝贝 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我们 话语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 尚显为人知 它既使人惊诧 也使人着迷 中国书法 简单地说 就是用毛笔 书写汉字的方法 那么 一种写字的方法 凭什么会被推崇为 一中之一 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 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跟汉字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 而因为 尤其是单字 你拿一个单字 就跟拿一个 一个拉丁字母的 就是 一个字母 那就不一样 一个字母还是一个工具 就是分析语音的 一个单字 其实是跟一种符号一样 毫无疑问的 就是 我全世界现在 作为一种文字 能达到 艺术这个层次 就一个 就是汉字 这是上个世纪初 河南阴墟出土的 一片甲骨文的塔片 它的内容是 记录日期的甘枝表 这份甘枝表的特殊之处在于 几乎同样的内容 一共课了六遍 三千多年前的先民们 为什么要这样课呢 郭沫若先生认为 中间第四行 字迹精美整齐 应该是老师课好的范本 而其余 歪歪斜斜斜的 应该是学生所为 就像今天的儿童 练习书法一样 这样的分析 也许有些绝对 但毫无疑问 汉字从诞生之日起 就有着独特的 审美要求 你看那个甲骨文或者经文 你看起来变化莫测 一个字的片盘可以写 这边可以写 那边可以写 上面下边可以变化很多 可是写出来你看 都有很强的艺术感 都有很强的艺术感 所以这方面说起来的话 它本身就有一种 艺术的匠样 芏。 there are of course systems of handwriting and before this printing started there was much handwriting in monasteries but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some calligraphers always in European countries so people who were said to be very good writers 但是这并不相似的 因为在中国和西亚洲 参加了一部分 人生的体育成一部分 记忆近乎道 当书写的技能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时 笔画之美的规律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但近乎道毕竟还不是道 技术和艺术之间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壕沟 对于外形的华美和书写的流利 是每一种文字都追求的目标 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书写的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意境的营造 二十世纪绘画大师毕加索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我出生在中国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书法家 而不是油画家 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 即使对汉字一无所知 也会被他笔画交错的形象所打动 很自然地把它想象为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 而这一点正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所决定的 就说甲骨纹里的木字吧 中间一竖就像一个竖杆 下边两笔往下的叉子 是吧 叉头就像竖根 往上两只一穿就是竖枝 这就是一幅图画 但是它是一种意会的图画 那么放两个 于是变成了树林了 两个以上意思就是 那变成森林 森林呢 三个 三个木以上 中国人把三成为最多的树 三生万物 是吧 所以由中国古人在造字上 我想说的是很聪明 对于汉字的魅力 台湾著名诗人于光中 在对比英文法文后 深情地描述到 太初有字 于是汉族的心灵 祖先的回忆和希望 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语字 点点滴滴 攀攀陀陀 兮兮丽丽 一切云情与意 就宛然其中